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了 咱们走 今天吃什么呢 我带你看 我带你吃 冷死冷死 劈劈一下 我们走 我们去吃好吃的 吃光的时候开场了今天 过来 对 开场 等会 你妹吃吃你妹 不管你会玩还是不会玩 来了温哥华 我就保您真会玩 大家好 我是主播你妹 今天吃什么呢 走 我带您去瞧一瞧 他们装修真的是很有艺术感 我不得不说 挺好的 感觉跟我这身衣服挺搭 有一种老上海的感觉 黄原漫那个年代的气息真好看 扶我下车 不要帮我拿衣服 白老错了 我错了我错了 让我装一下 装一下 装一下 诶 杜老板 我已经在原上海了 你怎么还不来啊 我不等你半个时辰了 你脑子是网塞了吗 脑子是网塞了吗 脑子网塞了 我现在旁边的这个叫做门当 来录一下 诶 这叫户对 门当户对 说的就是这个东西 户对特别的高大 在身边这个人的家底非常的雄厚 你得跟他们家得match 哎呦不行 这个中文不行 曾经来啊曾经来啊 那你们家不行 那我们就不合适 就不易结婚 好吧 这是真的真的石头 真平崩 敲着像瓷 我没碰 回不起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文化底蕴 宏福齐天 富贵长 还是长啊 那边就看不见了 来谁给配个脸 哎呀文化底蕴不扎实 我还是吃饭嘛 我能吃 那我就开吃啦 先给大家示范一下 上海的人是怎么吃这个小笼包的 首先呢 我已经开始噎吐了 先用这个筷子尖 夹住小笼包这个头 然后左右晃一下 不然直接拿走的时候 汤会撒 用勺子快点醋 接住它 因为它比较烫 吃的时候先咬一个口 喝这个汤 这个皮非常的嫩 特别薄贼鲜 它还有要口哭 来 盛老师 给个特写 我已经喝了好几口了 现在还有这么多的汤 爽口 嗯 我们再吃一个吗 哎 下面请欣赏精致的吃饭 哎呦 嗯 马上慢呢 花雕醉鸡哪里都有 但是我今天吃的这个它就是不一样 为什么呢 只有三磅磅以上的这种大size的龙岗走地鸡 才能入他们的法眼 花雕酒是不是 它是用花雕酒和糟乳共同熬制的 开始吃饭 花雕酒的味道特别的重 非常浓郁停不下来 再吃一口 把这盘都吃了我就可以躺在这了 越来越醉 这道菜呢叫雪菜百叶毛豆 它雪菜就是血里红 但这家呢 感觉跟外面的不太一样 外面腌制的血里红都是偏黄 你发现没 但他们家都是青绿色 感觉这个腌制的手法还挺高明的 挺高超的 尝一口 很清爽 豆皮也很新鲜 吃素的一定要点 火腿扁尖老鸭汤 这个是猫耳朵 可以单吃也可以放到烫里面一起 两种不同的吃法 这还有芋头 上海人管这叫芋奶是不是 这个呢就是扁尖笋 用来提鲜用的 真的从这个位置跟我坐着 味道是不一样的 你看这个热气可以往上冒 我现在这碗里呢 够有一样 有火腿 有老鸭 还有小芋奶 最后还有咱的扁尖笋 给大家尝尝 是不是像闻着一样那么鲜 它这个笋很嫩 应该是用笋芯弄 完全不老 感觉碰一下就碎了 很给力 这个汤因为加了芋头 有一种绵密的口感 很细 到了我胃里的每一个角落 这个味是比较清淡 但是偏鲜 还原了食材本身的味道 口有一香 是这么说吗 菜刚香起来 这要泡猫耳朵吃 有点像排叉 有人知道排叉是啥的 里面有肉 还有葱 那种东西越嚼越香 泡了大概有半分钟吧 它这里已经泡软了 这边是软的 但那边还是硬的 所以放到嘴里 感觉不一样 要是说干吃跟泡汤里的话 我建议你泡汤里吃 那我再吃一个 汤不够了我再尝尝 我们来看这道外国红烧肉 经典菜 正宗的应该是从湖南那边过来的吧 人毛主席特别爱吃 红烧肉有两种派系 一种是毛式红烧肉 湖南那边的 另外一道就是上海的本邦菜的做法 本邦菜就是偏甜一点 毛式偏辣 五花肉 一层皮一层油 下面全是肉 香肉肥瘦结衣 应该是挑过的 整材很硬心 这是鸡蛋 本邦做法就是红烧肉里面加鸡蛋 也是非常的浓油赤酱 你看它外面有一圈 橘黄色的不知道没有看了 中间白 腌了好久才会进来这个颜色 喜欢吃肉的朋友 我推荐你们来吃这一道 让你吃出家的味道 吃出家的温暖 边哭边吃 香香外婆 吃了五道了 接下来吃一道葱烤鲫鱼 看着就很下饭 浓油吃酱 闻着就香 你看里面是白色的 外面是葱烤过的 咸香口味 我尝尝这葱 这葱可能不是吃的 但是好像挺好吃的 吃鱼要吃鱼肚子 这鱼肚子比较肥 所以特别的香 但是它还特别的嫩 入口即化 鸡翅翅少 所以可以大口大口地吃 来看看这个酥饼 萝卜丝酥饼 我刚刚一进店我就发现 每一桌好像都点了这一道菜 货货奖的招牌菜 我已经流口舌了 我直接上手了 还挺沉 很磁式 我都看了都往外冒 它这菜太好吃了 里面有萝卜丝 还有点葱花 还有火腿 火腿刚被我吃了 都是经过低温油炸的 口感刚刚好 不会是他们这招牌菜 特别推荐你们过来尝尝 真的吃完那么多大菜之后 吃这么个小点心 还是很精致 女孩子们都爱吃这种点心 所以男生如果带女生来吃饭的话 一定要来点这道菜 不禁让我想高歌一曲 我们的酥饼 口感刚刚好 做什么也有掌声 是不是很多在看节目都是深夜 对不起 让您饿了 饭我替你吃 饼我替你尝 但是肉你们替我长 这真的好吃 再吃一口 吃吃吃 你看吃到天都黑了 总结一下 五个人吃的是特别的饱 人均大概20块左右 可以说非常的划算 那推荐的菜品呢 第一个就是葱烤鲫鱼 非常的入味 适合口中的朋友吃 再来一个呢就是老鸭汤 配油炸的猫耳朵 可以单吃也可以泡在汤里面吃 可以说非常的解腻 那最后一个呢 那就是这一个罗伯斯酥饼 可以说是我的最爱 你要是来的话一定得点一个这个 是这的招牌 每桌必点 每桌必点 不吃会后悔的 你们都不吃了吧 那我带回家了 我带回家了哟 那家厕所干净吗 干净 你们家 没有摸呀 没有 这次我决定不摸了 因为上次不是说摸了灶台吗 又口误 你忘了说关注我们还有刘建议啊 对 我忘了忘了忘了 重新再来一条啊 如果您有什么想吃的餐厅 记得推荐给我们 说不定下次我就带你们去吃了哟 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 记得关注我们的二维码 抽这里抽这里抽这里 不要看了不要看了 抽这里抽这里 为什么 我的萝卜死都凉了